谢贤口说有三孙子 于己坚称谢霆锋是三拍生父 港媒体改之称亲 近日有网友在网络上曝光了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是谢霆锋的爸爸谢贤无意当中说露了嘴 承认自己现在有三个孙子 他特别强调自己非常喜欢最小的孙子 言语当中都是长辈对孙们深沉的爱 这一个视频在曝光之后引起了热议 再度引发了大家对于谢霆锋与张百之三儿子的真实关系的质疑 不仅如此 之前和香港诸多大牌巨星都是好友的知名一记猪皮 曾发布多个视频 坚称谢霆锋和张百之一经复合 而且张百之的小儿子的亲生父亲就是谢霆锋 谢霆锋和小儿子MARCUS已经相认 并将要把MARCUS结回谢家 这一名鱼记之前报过很多大料 可信度很真 所以他在夜内也小有名气 因此鱼记猪皮说的话并不完全是假的 如果他乱说话 那么在夜内的声鱼也会大大受到影响 不过光是谢霆锋这一则视频其实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只要是精通剪辑的大神完全可以做到用谢霆锋的声音来制作一个假视频 想要这个假谢霆锋说出什么样的话都可以做到 视频可以进行配音 可谢霆锋本人是否说过这些话还不能够进行确认 不仅如此 某香港知名媒体也就此消息进行了必要 之前张柏芝的小儿子刚刚度过了两岁生日 张柏芝写出了多张小儿子的照片 虽然照片中小儿子的面容打着马赛克 可从头发和肤色就可以看出他绝对不是谢霆锋的孩子 港媒表示从小儿子的照片当中就可以感受到 生父的基因是非常强大的 而且对比小儿子和大哥Liusius小时候的照片 也可以发现他们的五官神态有很大的差别 张柏芝曾经见机回应过三胎生父的消息 当时有网友实在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心 询问张柏芝本人三胎生父到底是谁 张柏芝虽然没有致命到性回应 仅仅只是回了一句 难道圈外的不可以吗 但从这一句话就可以看出张柏芝三胎生父 并非是娟内人 也说明这件事和谢霆锋没有任何关系 张柏芝工作室也就谢霆锋是三胎生父 已是多次必要 谢霆锋本人也在第一时间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发文 指出自己只是两个儿子 只是A6CS KUINCUS的亲生父亲 与小儿子MARCUS没有任何关系 除此之外 谢霆锋还解释自己目前感情稳定 也就从侧面说明 他和王妃现在仍然非常恩爱 看来总算真相大白 谢霆锋的确无辜背锅 2. 教育不宣布 大学 中学 小学寒假统一提前 但家长却游戏参版 你的交边下有瓦特 你的愣眼里有牛顿 你的绩效中有爱迪生 你别忙着把他们赶跑 你可不要等到坐火轮点点灯 学微积分 才认识他们是你当年的小学生 陶行之 哈喽 我是大局 今天又来找大家聊天了 今年学生遇到了太多不同寻常的事情 比如寒暑联放 中学寒假统一提前 北京市普通中小学 中等职业学校的放寒假时间是2021年1月30日至2月28日 南京市寒假从1月30日开始至2月21日结束 开学时间定在了元宵节前 天津市中小学生放假时间是1月17日 开学时间是2月26日 广州市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是明年1月25到2月21放假 高中生是2月1日到2月21日 深圳市初中学生是1月24日到2月22放假 高中是1月31日到2月22日 大连中小学生是1月17日放假 开学时间是3月8日 成都和西安中小学将于1月28日起放寒假 江苏省的学生是1月29日放假 2月22日开学 此外大学生的寒假时间也已经确定 各地高校的放假时间基本都在35天以上 放假时间最长的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放假71天 而放假时间最少的只有7天 不少家长得知放假消息后都忧喜参半 家长喜的是学生寒假能多放几天假 毕竟之前部分高校国庆放假时间太短 这些少放的假都会一到寒假 家长忧的是现在部分地区也就有风险 要是能让学生早点回家预防就好了 不过此外还有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就是中考将会新增三门科目 也就是体育 音乐和美术分值最终要达到跟女术外相同 此外教育部还表示各中小学校要增设体育课程的家庭作业 这也是为了给学生们减轻文化科的负担 同时加强学生们的体育锻炼 让学生提升自身的身体素质达到全面的发展 据了解我国各省市都已经开始逐渐的实施 而云南省在今年的中考中 已经对体育分值做了调整 上升到满分一百分了 在逐步改进体育测试内容 方式以及几分方法的同时 还要探索把艺术类科目纳入到中考改革试点中 在前不久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 教育司司长王登峰扣露 现在国内已经有部分地区开始实行梅育中考了 大力争取能在2022年全面实施梅育中考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这件事就是长直市教育局也表示 从2022年开始会把裸眼视力和体重考核 纳入中考总成绩中 并对学生的裸眼视力和体重进行考核 裸眼视力分为三档 第一档是超过4.9 第二档是4.6到4.8 第三档是4.6以下 第一档和第三档差二分 体重是对体重指数 BMI地考察 男生正常标准是15.8到22.8之间 女生则是16到22.6之间 超过这个标准最多会被扣二分 长直市教育局怎么做主要还是 想让大家预防近视和加强身体锻炼 如果学生真的想预防近视 那最好减少使用电子产品币时间 并保持充足睡眠 一般来说小学生合理睡眠时间是10个小时 初中生9小时 高中生8小时 熬夜学习反而让学习效率变低 各位小伙伴们 你们认为学生每天应该睡几个小时呢 3. 李建调侃丹一纯 赚的钱怎么用 他的回复全场哄笑却是最朴实的话 正所周知 上周五中国好声音总决赛与武汉落下了帷幕 来自李建战队的丹一纯顺利 拿下了年度总冠军丹一纯的最终加冕 可以说是真正的众望所归 纵观大众评论争议性极少 而这一切 皆是基于丹一纯在比赛所表现出的 一切绝尘的个人实力 而在荣英好声音总冠军后 丹一纯受到多家音乐公司的亲爱 更令人惊喜的是 他演唱的给电影人的情书被张艺谋收入囊中了 大家也是看到了丹一纯与以往不一样的一面 一种心灵与音乐非常默契的共鸣 可以说如今的丹一纯除了能够演唱自己最擅长的单式情歌以外 对主旋旅大气豪迈的歌曲也是演绎的丝毫不差 当然丹一纯的一路走来 离不开他的伯乐李健老师的功劳 近日李健在采访时 他也是坎年 在看完他给张艺谋的电影PMV之后 我觉得他已经不是当初哪个丹一纯又更是一层楼了 我也希望在经过学校的系统学习之后 丹一纯能够尽快给大家带来一些个人作品 最后李健也是透露 上次我也问他 如今你这么活了 赚的钱准备怎么用 而一纯的回答也是很直接 让叫我有机会约其他三位老师一起吃顿火锅 他买单而剩下的钱给自己妈妈保管 还说让我们不要点太贵的旧行 哈哈哈哈 不得不说 话虽短却最朴实 毫无疑问 好声音夺冠后 丹一纯已经彻底踏上了一条璀璨夺目的新路 刚亲于二家公司 现又被大导演张艺谋看中 希望丹一纯未来不论怎么走都能越来越好 他是华语月坎年轻一辈的希望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